我觉得我好自私 老贺是一个从来不会主动表达自己情绪的人 他这次一定伤心死了 拼个桌可以 又我还你 你们想干吗 干什么关你啥事 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我告诉你们 假的不要吓 给你十秒 好 滚 再不等的话我报警了 要不想进局子赶紧走 给你两个选择 一 让我成为你的心理咨询师 二 让我成为你的好朋友 听学号 很多人出生啊 就是过着唐一出生的 虽然我们没有唐一 但是我们也可以暴腾取暖啊 但是我们也可以暴腾取暖啊 老贺 遇到你真好 我也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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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这个莉莉来说吧 我不知道你们俩闹了什么矛盾啊 不管谁对谁错 你大赌一点 这么好的朋友 这么就放弃了 要勇敢地去面对 问题回避是解决不了的 你听见吗 就知道你是蚊子啊 妈 你别说了 知道了 说了 我呀 是真没想到 我的竞争对手呢 竟然会是一个女人 你要是再伤心的话 我会就要吃喝顿的醋了 我走之前 说了好多伤害她的话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我觉得我好自私 老贺是一个从来不会主动 表达自己情绪的人 他这次一定伤心死了 你知道吗 有一次我们公司团建 我带着他去野外拓展 他被一个三四百间的圆木 砸到脚都没有告诉我 后来他硬生生地扛到 团建结束 一拳一拐地走回家 我才发现 他说他不告诉我 就是怕扫大家的姓 怕我只顾着照顾他 他就是这样 从来都是想着别人的感受 从来都是过得 小心翼翼的 从来都是忍着 但是我知道他内心 其实特别地孤独 我是他最好的朋友 我还撞伤他 我真的该死 现在我走了 他连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都没有 你只是为了不被他伤害罢了 你们两个好姐妹呢 就像两个 严在一起的苍尔球一样 谁也理不开谁 还都能把对方看得透透的 他几根刺你很清楚 同样 你的刺在哪儿 他也都知道 所以你之前说了那些伤人的话 也许 也许什么 也许正是因为你非常了解他 你非常知道他想说什么 又或者他准备说什么 你呀 只是不想听见 那些令你很伤心的话 所以你才抢先一步 在他之前说了出来 这可不是自私啊 这可不是自私啊 这是一种人的自我本能保护 就像他的孤独一样 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啊